哈啰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车主分享的实传 那今天我找来的车主他开的是 传说中的国名脚钢炮 Amiel 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这些国名车款 那就是这个Protomayvi了 而我们今天找来的这位Lang Zai 他开的是最新款的这个Protomayvi 1.5mm So Joshua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哈啰 大家好 我是 Joshua 徐建顺 所以我是一个 Tech Reviewer 然后我本身是驾着最新的那个Maivi 2019年的版本 So Joshua 你可以和我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你会选这两车 其实我当初买的时候 第一是因为budget 就是在我budget以内 然后第二是它的整个feature 还有它的性能 就是因为我之前买的时候 我是有compare Maivi 和Persona 因为他们的价位都差不多 只是一个是一个 sedan car 然后一个是一个短尾的 然后我就在考虑着 我到底要买一个 sedan car还是短尾的 可是 sedan car 又很像比较符合男生的那种形象 对对对 可是我再去 去读一下 去深入的认识一下 这两辆车 然后就觉得 我觉得还是Maivi 比较值得买 因为Maivi 它一买下来就是 比较适合City Drive的那种感觉 对对它就真的是 专门为日常代步的一个小车 然后它的feature 也相对来比Persona更多 对比较多那些 比较炫溢一点的配备 对对对 像Auto4Sight Mirror 这个我最记得 还有Killers Entry Killers 然后ASA 这样子 所以你的车是有ASA的 对 我是拿最高版本的那个 是有ASA的 这样我有一点好奇 你觉得这个ASA的功能是怎样 我觉得ASA的功能 它是很好的一个功能来的 只是驾驶的那个人 还有你的乘坐的那个乘客 要去习惯他 因为一开始我驾的时候 我也是以为 这个ASA会是像那种外国车 那种Europe 车 会是很顺的就是 它有什么事情 它帮你停的时候 你是不会吓到还是什么 可是在我拿这个车 一两个月的时候 它就不小心就是触动了 它那个ASA 就Auto Stop 然后过后 它真的是把我们全部人 就吓一下 因为它突然间停 然后它是有声音的 因为它的 可能它是 把那个轮突然间停了 然后它再给它转 所以它就会Slow down 那个impact 所以它就是 一下 然后就在走 然后我们就会以为 撞到东西还是什么 然后我就那时候 就快点停车 停在旁边 然后再下车看 然后就没有 原来是那个ASA 它操作 然后可能 可能就是它当下 一刹车的时候 它是完全刹死 完全是 它是那种 它是那种 Lock 你的轮力下 然后再开回那个轮 再给你走 这样 这样 是这样你觉得 这个ASA的功能 对于你来讲 是有这个功能是好 还是 对我来讲是好的 因为我有试过一次是 我载着我同事 然后过后就 驾车 驾车 Bernet你们也看过吗 是不是 那时候我就是载着Bernet 然后我们驾车 车要去这一个Event 然后我是 你们最好不要学 就是在看着电话 再回着 reply 然后过后就 突然间前面那个车停 然后Bernet就喊着我 然后我的ASA就 启动了啦 就停一下 然后我就醒来 然后快点再踩 brake 然后这样子就 救到我们那一下 就是不会有那个插状 其实这个功能是 蛮好用的 对对对 蛮实用的 虽然偶尔会吓到人家 另外一个功能 我觉得蛮实用是 红绿灯的时候 尤其是你停在车后面 你第一个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功能 如果你是在红绿灯 你是在第二排的话 那个车走 你没有看到它是会响 就是提醒你 是时候要走 它的准确度 准确度是 它是看心情的 看心情 它有时候很准 有时候就 完全是不会想的 所以可能它的这个 accuracy 方面 准确度方面 它的这个 detection 还不是到很精准 对对对 比较可能这一方面 毕竟这个Myvi 是一个入门车 所以一分钱一分钱 这样的价格 而且重点是Myvi 是整个 segment里面 甚至是 搞它一点的 那个比较贵的外国车 都没有这样的功能 反而Myvi有 所以其实这个ASA 如果我问你 你给它打分的话 你会给它 如果十分为最高分的话 应该是六分吧 因为还会有进步空间 那现在这个最新的Myvi 又已经是升级到ASA 2.0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一方面 它的这个功能性 还有它的准确度方面 可能又会在进步空间 然后另外一个 我想到了 另外一个 其实我不懂你们 这一代的Myvi 车主会不会 会不会发觉到 就是它其实有 Auto Lighting Off的 就是如果你的车头灯开着 然后你的车是关掉的话 Off了Engine 它自己会关掉那个灯 它会把你的车头灯熄灭掉了 然后你就不用怕浪费你的电池 对不用怕 就那个电池会用完 对对对 那个也是我无意间发觉到 因为有一天是下雨 然后我忘记关车头灯 然后我早上回来开车的时候 一开车 哎呦我车头灯开回哦 然后它灯有那个Sign了嘛 然后车头灯开着 可是我来的时候 那个车头灯是关的啦 哇还蛮贴心的 对 OK But 我记得Myvi 还有一个功能 我本身是蛮喜欢的 那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你的车 unlock unlock的时候 你的车是锁着的时候 unlock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按两次才可以开回去 所以这个 其实是考虑到安全性的 安全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人驾车 或者是女生驾车的话 是特别安全的 因为你只是开你的driver side 对 你按一次的话只是开driver side 所以坏人们是进不到这辆车的 这个也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 除了那个车头灯之外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是很符合我们Malaysian的那个 Lifestyle 就是Smart Tag 那个Builder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 Builder in Smart Tag 它比我们另外买的 那个Smart Tag更准确 就是我每次过是一定过到了 就是讲 你只要过去 它一定是spect 一定detect到 那个Smart Tag 你知道啦 就是有时候会对不到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 你讲的这个Builder in Smart Tag 我还有喜欢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那个 它有秀那个多少钱 对对对对 因为好像我本身的Smart Tag 那个Screen是已经坏掉了 我永远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 所以你的这个还蛮宝贴的 它这个就是 可能应该 不会这样快坏啦 而且准确度OK是不是 准确度很准确的 很快啦 然后你很像少过10块钱 它就会响 哦 会响 它会跟你讲你low credit的 哇 这样贴行 对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不错哦 嗯 所以就算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 你买的是这个1.5版本的Mivi 所以整体它的这个表现啊 我先问你啦 动力表现你觉得谁 动力表现 因为我家人本身是有上一代的那个Mivi 然后就会感觉上 这个车身会比较重一点 嗯 上一代的Mivi 是你一踩油它就飞 而且我上一代那个是1.3的 然后这个是1.5 可是当你载人过后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不同了 嗯 就是因为载人重嘛 所以我这两个载人过后 你踩下去还是有那个动感 嗯 就是你还可以lap到的 嗯 可是1.3那个就 它虽然可以飞啦 可是载人过后它就是会重一点 比较刺力一点 所以如果你 虽然它差不大 可是如果你有加过1.3和1.5 你就可以 感受到那个分别在哪里 嗯 这样你觉得它的 这个动力方面的表现啊 是不是真的像外面 大家讲的这样 就是在Mivi 真的是可以飞很快 嗯 Mivi如果在highway的话 是可以飞很快的 只是 如果你是要拿来刹车还是什么 不是刹车 就是割车啊 这些东西 它就表现会比较舒一点 因为它的pick up 是比较delay一点的 嗯 所以就是很像我在跑这三号牙 60到80之间的时候 我要割去fastland的时候 是你要踩比较久一点 然后比较大力一点 这样子它才会动 然后如果你是走很像回甘榜啊 小路那种啊 你就真的要看到前面没有什么车的时候 你才割啊 因为它真的是 你割的时候是 你是不是一下子这样抄那个车 你是跟那个车平起平坐的时候 你才抄过去 就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才可以超越 对对对对 好不是一来就超越的那种 所以这也可能是 为什么江东Mivi 车主会喜欢 中这人的一个原因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真的是不能慢下来 一慢下来 要再加速的时候 就需要一点时间了 就会有点压力了 可是我觉得这辆和上一代最大的分别就是它稳很多 所以我上highway 我上140了 我上140的时候 你是感觉不到它飘 你还是很顺顺的这样加 比较stable一点 因为上一代Mivi 的确是比较4Way的那种 比较轻的感觉 所以上一代可能你到140的时候 已经是不要再快了 就是已经好像要反 要反这样子 这样你觉得这一辆Mivi 你的这辆Mivi 它的这个驾驶表现方面 有什么频率吗 整体表现来讲 我是觉得是蛮舒服的 因为我我驾驶 其实是我买车的时候 我是看舒服 整体表现的舒服 所以坐在里面 你驾驶座里面 它过那种bump 那种洞 那些东西都会 它的absorber都会很软 就是很舒服了 就不会太硬了 这样很很辛苦这样子 然后上山上云顶也是蛮有力的 所以我在四个人上云顶也是ok的 它力道不俗 所以整体驾驶感是ok 然后你出远门也是蛮顺的 那你在油耗部分 你有真正去计算过吗 这辆车的油耗表现 油耗表现 我通常会看的啦 我通常我的仪表里面 有大家看的吗 我打满桶 它的estimation是480km左右 可是通常是少过那个的 所以通常我走到最最远 都可以顶到一个350-380km 满桶 满桶 那你本身的驾驶方式是比较天象 如果我380km的时候 就是我出远门比较多啦 就是去平年啊 还是什么这样子 可是如果我只是来回公司 然后在KL部分走的话 最多最多可以加到280km 280km ok 所以其实算起来蛮省的啦 在KL Drive 的话 嗯 but 你本身的驾驶方式是比较中脚的咧 还是比较室温 诶 我也是看新型的 因为如果有到中脚的时候 我当然是可以中脚 可是在KL你怎样中脚也中不到啦 因为骰车啊 就是走走平平 对 ok 所以Josua 你这台车买了多久啊 我这台车是去年 新年的时候拿到的 所以应该是一年多啊 嗯 ok before this 我先问你啦 你们当初买这辆车的时候 会不会等很久 蛮久的其实 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discount的 我买这辆车是over demand的时候 所以我买的时候是跟那个salesman 讲好价钱了 然后过后再等三个月后才拿到车 三个月 哇 我是12月订那辆车 然后大概最 因为我们一直追他希望新年拿到车 所以刚好给我们新年前拿到车 这样 嗯 哇 这辆车还真的是很受欢迎一下哦 对对对 ok那你这样开这一年多下来啦 嗯 你这辆车有给到你什么问题吗 上几个月 absorber 开始有声音了 嗯 就是我过 那个bump的时候 就算我再慢啦 就是我停了 然后给他过一个轮 再过一个轮 我是前面的驾驶的 那个轮的 那个absorber 有问题 就是过了的时候 会有那个cococ 声音这样子 然后我就驾回去service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perdua 的人讲咯 然后他们去check 是原来是我的那个absorber 的 那个油 leak 那边有lickage 所以他们就换一个 还是under warranty 可以claim啊 只是他们换是换一粒啊 不是换一排 ok 就只是换掉那个 对 有问题的那个 ok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 然后 我的那个batch 只有一个问题 是整个batch 要换的是那个fuel tool 那个fuel pump 哦fuel pump fuel pump是整个batch 要回去换的 不是我那里而已 嗯 那我之前有听说过这个 myvi的LED头灯 是有一些问题的 你的是没有啦 我的sofar还好 因为它是有到调的 对 可是我是调到最高 然后我就没有去动过它 可能是这样 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 嗯 之前我是听说 他们的那个LED 会有点抖动啦 就它的那个 有点抖动的感觉 所以你的车是没有 我的是ok的 不会因为我都是把它 set在一个位置 然后我就没有去动它 所以还是很稳定的 很稳定的 啊 就是很像有些东西 要松要松 那样子的感觉 这样你觉得这些东西 你觉得这样 for一个国产车 然后那个budget range 来讲我是觉得 是可以接受 因为它的那个噪音声 是不会到太够力 不会很烦的 啊 它就是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可能你不要去动它 还是什么 或者是迟一点 哦我真的是把它拆出来 再看有什么东西 然后转回去 其实哦它这个功能 有点用心良福 它是给你们机会去学习 去改装车 去认识你的车 啊你就知道怎样拆这些东西 诶什么问题 所以你买下辆车的时候 你会了解更多 也对也对 我一开始是觉得它造影 降噪音很好了 就是因为我之前 驾那个上一代MIV 比起来是降噪音是很好啊 engine就是进了很多 这些 只是当你驾远途的时候 你驾上highway的时候 啊来了啦 因为你驾快嘛 所以它的路面的那个噪音 是很大声的 所以如果在乘客的时候 后面的人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很吵 然后过后 尤其是下雨 下雨我不知道 MIV有一个感觉是 它下面很薄啊 你过水什么啊 会有很大声的 就是那种破水声啊 破水中气的那个声 那种比较空洞的声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啊 我驾的时候会有那个草音啊 这些东西啊 然后 Auto Stop 我觉得它的那个Auto Stop 做到有点不好啦 就是它很像那个Starter 整个停下来 又要是Restart回 所以通常我都会关掉 那个感觉稍微比较粗糙的 比较没有那么舒服啦 对 其实它整个感觉就 不像那种外国车是 你感觉不到的 你在里面是很舒服的 可是这个 你一Stop车的时候 它整个Engine就关 然后你要开会的时候 它就得得得得 对就是 那个感觉很明显啊 所以你就会怕Starter坏掉还是什么 对 其实Starter是不会坏 关于这个功能 我觉得 我就大概给你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省油的功能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的那个电池就会耗损的比较快 然后好像你的车有这个功能的话 你的电池其实是比较贵一点 就是你换的时候 要三十百块这样 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功能 其实是可以把它关掉啦 就你的电池 寿命也会比较强一点 对对 我每次上车就关了 OK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关掉啦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你刚才 从刚才你讲的这些故事啦 我大概可以知道 你买这辆Myvi 就是平常拿日常代步用之类的 所以 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当初买这个Myvi 你本来是要拿来做什么用 其实我要拿来考虑啊 可是 没有啦 Myvi比较远一点 是不是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会拿Persona和Myvi考量 是因为 那时候我想到 我可以用这辆车来代步给我出远门 因为可能我的工作要出 Penang 去医保 去远门的trip 然后我就想到 这个Myvi这样小 会不会出远门 会很多不顺之类的 然后就 就在考察考察一下 一买了这辆车 驾驶过后就觉得 蛮好的 就是 它出门是蛮顺的 因为它很重 很稳 所以就算你驾到百事 它还是不会飘啊 这些东西 然后 它也不会有杂音啊 或者是你踩多油 或者走到太快的时候 有些车是 它的那个 engine 声太大声 对对对 可是它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它 是省油咯 算到来 其实它真的是很省油的 因为 那时候我compare 在Persona 的话 虽然它handling会比较好 可是它是会比较刺油 如果你尝试骑在City Drive 嗯 因为我都是拿来做工用 不然就是 出门 出门也不会很长 所以其实你是有开 长途车的啦 有 你有拿你的Myvi去开长途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comment 都会觉得 这个Myvi开长途 可能稍微比较不适合一点 之类的 你觉得 我觉得是蛮适合 因为我开过是去Johol 去Johol 我是载四个人的 就是载买我家人一起的 所以整个驾驶乘坐的感觉 是很舒服的 就整个人在 除了噪音之外啦 对你来说是OK的 其他都OK的 驾的人是舒服 坐的人也舒服 因为Myvi我觉得要占的一点是 它的冷气是真的很冷 这个是国产车的其中一个是 这个我很赞同 因为Myvi的冷气真的是蛮冷的 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你 保养方面的问题了 OK 所以你觉得这一辆车 so far你还是回原厂 对 那他们的收费是 大概是如何 他们收费一开始的时候 不会很贵 因为他们是free service 那个 label fee for two times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是大概百多块 这样子吧 可是当我第三次回去的时候 就会比较贵一点啦 因为第三次回去 我是在 十钱的时候回去 然后那个salesman 就会跟我讲 要换很多样东西 Cascade filter这些东西 所以我换到来是 四百多块 四百多 对 上一个service是四百多 加买label fee 我觉得可能他们有 建议你做一些option 对他就会讲 哦你是签了 你就要换这个换这个 换这个换这个 建议你换这些东西 然后我那时候就 OK他相信他了 然后就一去换 就换了一个四百多块 四百多 因为在我印象中 我根据我在Perodua官网 所看到的这个maintainance 这个保养列表啦 我记得 一万公里的这个service 大概只是 可能两百多左右 我不太记得了 可是就是百多两百多左右 这样子 OKOK 所以你这个四百多 可能是有加了一些东西 可能被人坑了 没有啦 他们可能是为了你 细心一点 对 这一方面我觉得 就可能myvi的车主 你们要注意啦 就是service的时候 可能要需要 大概在study一轮 看他到底是给你什么东西 因为毕竟四百多 也不小啊 这个数目 很贵一下 那讲到这个保养方面 你觉得这个Perodua的 售后服务 就是你去service的时候 整体的服务 你感觉 整体服务其实是蛮OK的 因为除了你打电话 去booking之外 你还可以用他的app 还有一个app 去booking的 然后整个东西就是 你去跟他讲有什么问题 他会跟你检查 所以售后服务是OK的 那你在那边会等很久吗 还是什么 通常我都会把车放着 然后过后就等他call 通常如果你是underbooking的话 大概一两个小时内会搞定 那还挺快的 蛮快的 所以大家说如果你们是myvi车主 你要去service的话 建议你们是先booking 提早预计 提早预计 提早预计的话 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到太久 还是提早预计会比较好 还是提早预计会比较好 Josua 我觉得到这里 我是要问一下你 你觉得这个myvi整体 给你的这个用后感 你对它有什么感想 其实驾这一年多 我觉得它是一个 蛮实用的一个小跑 就是它又可以跑 然后它在city drive又驾到蛮顺 然后尤其是cao road 你很多坑洞的那种东西 然后它也是做到它的absorber 全部都反映到蛮好的 就是乘坐感是很舒服的 然后你拿来载人也不会就是 太重啊 没有力啊 还是什么东西这样 so far你是满意的 so far是满意 在它的整体上 就是省油啊 这些东西只是一些小小的部分 是因为那个价位 所以你没有知道 真的去嫌它啦 这样子的 那如果我要你为这辆车评分 十分的话你会给几分 十分之内我会给一个八分吧 八分 蛮高一下的哦 蛮高一下的 因为其余的两分就是 噪音啊 还有可能esa 还有那个autostop 可以再加强一点 改进 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问你 对这辆车满不满意 你应该是满意的咯 对这辆车是满满意的 因为最重要是 可以帮我省到油 然后舒服 然后可以驾长途车这样子 嗯 ok 这样子的话你会推荐人家买 就推荐大家买 PRODOMYB 这个要看你们对车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你是像我就是 拿来带一部工具 就是带你去上下班 然后偶尔出一个远门 可以再带家人出一个远门 上一上云顶这样子 我觉得我是建议买这辆车的啦 然后如果你们是想要跑啊 或者是驾驶感啊 Handling 这种东西 可能这辆车就没有你们的 Expect Station 这样高 因为这辆车你不能 Expect它是一踩就跑的那种 虽然大家都叫它小钢炮 可是它真的不是小钢炮而已 就是它是一辆还是比较偏向实用性 偏向日常用的一辆代步 所以就像Josua这样 它是其实它的这个用车方面呢 这个Myvi 就能够完全满足到它啦 因为就是好像他讲了 就冷气够冷 然后够省油 日常开这样子在市区开也是很舒服 然后你懂啊 我们的路况是就是 这辆车其实是完全 cattle 到这些condition 了 非常好用的一辆车啦 我本身其实也是蛮喜欢Myvi 的 当然驾驶方面就可能不要这样挑剔咯 对对对 那其实我有点好奇啦 就你对这个Myvi 你刚才就整体的表现 你都感觉到Myvi 吗 可是空间表现呢 空间表现的话 如果你是讲乘坐表现的话 其实真的很满意 因为这个 我忘记上面带有没有啦 可是我这一辆叻 它是可以倾斜的 就是后面 它有两个level 两个step 所以如果你觉得长途的时候 你要做舒服一点 这样子你就可以倾斜 第二个就会很舒服哦 整个躺下去 然后只是唯一一个空间不足 主要是在海浦 因为你也知道它是一个短尾的嘛 它没有一个bonnet给你嘛 所以它就是 可能你能装的是 我试过是装 两个 一个大的 那个 luggage 应该是15kg 那种大一个 然后两个小的 luggage 所以整体是大概ok啦 因为你装下去 因为你装下去 我不是这样装 我是这样打斜 打flat的 所以可能你的那个 会翘上来一点点 ok 还是有surprise到我 因为我 我没有想到它可以装 这样多新比 啊 那其实你有开过上一代的 Myvi 这样 你可以 就比较一下嘛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代 Myvi它是比车上比较高的 所以以空间来讲 它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可是 相比之下 你的这个新Myvi 和上一代的Myvi 在空间部分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空间部分 虽然那个上一代 是高一点嘛 可是这一代是款 所以你乘坐的感觉就是 你坐三个人 你不会觉得很窄 哦 是啊 你可以坐一个三个大人 可是of course 那个大人不可以太大致啦 就是可能 都要像我们这样秒挑 中等身材啦 就ok啦 然后 高度的话 它是稍微矮 可是你就会更舒服 因为它 跟地面比较矮嘛 然后就更稳重的感觉 上一代的Myvi是高 可是你就会觉得它很飘 很佛 所以乘坐感觉就不一样 那那个尾箱 Carbon那方面呢 尾箱 我觉得都差不多 可能上一代会比较小一点点 哦 上一代反而比较小一点 因为我觉得上一代是 高 短 然后窄 这一代是长一点点 ok 所以其实你是觉得 这一个 你的这个新Myvi 比起上一代 它是有进步的啦 因为它是进步蛮多的 它不是进步一点点 因为在整个 驾驶感的话 它是稳很多 因为上一代 我是有拿来家去长途的嘛 我也是 驾到百事 它就真的很飘 所以是 真的很不一样的感觉 那今天这个影片 我觉得到这里 也差不多是要结束了啦 首先我们先感谢 JOSHA 特地上我们的节目 接受我们的访问 大家都看到JOSHA 其实蛮灵宅的 我就代表大家问一下 你诞生吗 在镜头前面 应该是诞生的 所以想要认识它的话 记得在下方留言 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PM你它的联络方式的 OK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当然 如果你对这个Myvi 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 你本身是这个Myvi车主 想要分享你的经验的话 也欢迎大家 在下方留言 给我们知道 和我们分享做朋友 所以 我是小明 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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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